我們的長輩先泡腳 那我們泡腳時間大概是5到10分鐘 我們的水溫我們會用手肘 因為現在沒有溫度計 水移溫度計會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都用手肘的內側去測水溫 我們水溫是在37到41度C 不可以太過於熱 那我們會讓我們的患者先泡腳 在泡腳的功能 它就是可以讓我們的腳趾層比較軟化 那我們等一下再清除腳趾的話 就會比較順手 那我們大概泡5到10分鐘之後 我們會用一個中性的沐浴的產品 或是放在上面 會做一個清潔 那為什麼我會建議要用沐浴巾 因為我們這個沐浴巾裡面的 非見面的國姓劑 它可以去除我們足部的一個髒污和流垢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們長輩的這個指縫 跟那個指甲 指甲床旁邊 它這邊很容易會有一些 髒污跟細菌的一個聚集 所以我們要把它搓乾淨 那每一個指縫呢 就是要把它搓乾淨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用 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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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幫他 來 來 一半頂張 一半頂張 我們這樣的一個動作呢 要輕柔 我們不要太大力去搓它 因為我們不太確定 我們長輩的腳有沒有傷口 所以我們在清潔的同時 我們可以順便去檢查 看它的竹根有沒有龜裂的情形 還有我們要去看它的指縫 有沒有一些傷口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會檢查它的指縫 那我們整個把它洗乾淨之後呢 我們就把臉盆放下來 我們會再準備另外一條乾的毛巾 做擦拭的動作 我們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把腳擦乾 那擦乾的時候 除了竹部之外 還有我們的指縫 我們的指縫呢 也要足一的擦乾 好 擦乾清潔乾淨之後呢 我們會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扶食 那扶食在一般的賣場都有在賣齁 他就是來幫我們處理這個厚重的這個角質 那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要特別的小心 我們不要很大力的 一直搓它 我們就是輕輕的針對 它腳質比較厚的地方 輕輕的這樣抹 抹的時候也要順便過你這個長輩 不會這樣才會痛 不會齁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扶食在磨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一些 角質的一些屑屑呢 它就會脫落 最主要都是在它竹根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使用完之後 把屑屑弄掉 弄掉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要上乳液 那我們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乳液 第二個是凡士林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差別是在於說 一個是比較水性的 那一個是油脂的 那顧名思義 我們油脂的呢 就會用在哪裡 我們的竹底 腳質比較厚的地方 竹底 那如果說是竹背的話 我們就會用一般的乳液 我先給它做示範 我們用的量呢 其實也不用太多 大概一個花生米 我們就是在它竹根 跟竹底的地方 因為這邊腳質是最厚的 我們就是均勻的 讓它做一個 擦拭一個按摩 擦拭一個按摩 可以看到它的腳質 就變得會比較光滑 比較滋潤 那竹背的地方呢 我們就會使用一般的水性的乳液 就在竹背的地方 塗抹 那摸乳液要注意什麼呢 我們的指縫中間 我們不要去摸乳液 因為它這邊是容易潮濕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衛教我們的個案呢 我們要注意我們的指縫裡面是不擦乳液的 那我們擦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來為我們的長輩修剪指甲 那我們會檢查一下阿伯的指甲 有沒有什麼異狀 那我們的長輩呢 阿伯有灰指甲的一個情形 阿伯你整個指甲才會痛嗎 不會 不會痛 不會 我跟你的指甲才會痛 不會 那阿伯他有一個灰指甲的一個情形 那灰指甲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因為它是今年累積的一個顏色的一個變化 那如果說它有一些疼痛 然後或者是一些分泌的產生的話 我們常常去看醫生 要看是不是有一些傷口感染的一個學問 我們的指甲呢 我們有分 像我們有些長輩 他們的指甲床非常的厚實 非常的厚實 不是一般我們的指甲剪可以修剪的 所以呢 我們就參考了 檳榔西施 他們在剪檳榔 有沒有 我就是經過檳榔攤呢 就看到他們在剪那個檳榔有沒有 好像很好剪 所以我就去小北呢 就買了一個這種 鉗子 那這個鉗子 那這個鉗子的話 我們在使用時我們先把它消毒 那消毒完 我們就會到 幫個案 或是幫長輩來修剪 像 這一個指甲 就很適合用這種鉗子來剪 因為阿伯這個指甲 用一般的 這個是剪不下去的 要你怎麼剪都剪不下去 所以要用這個剪 阿伯你挑剪讓我剪的嗎 蛤 你挑剪讓我剪的嗎 蛤 對對對 那我們在修剪的時候 像我們會從 我們剛剛有講 就是要平行 我們不要 需要給它剪很尖的一個造型 所以我們剪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 所以我們在跟檳榔西施學了很多 就是他們怎麼 用 它就這樣 有沒有聽到卡一聲 這個聲音 不是用一般的指甲 可以聽得到的 然後我們在修剪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 不要剪到旁邊的肉 因為聽到卡卡卡的聲音 那你看 它這個就下來了 它是比較硬的 你看 有沒有 有一個加分兩個聲音 讚 讚齁 就像這樣子 像很多長輩 他們的指甲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非常的硬 所以我們要這樣給它修剪 像修剪指甲的時機呢 可能在每日洗澡後 每日洗澡後 我們的腳 是比較 指甲是比較軟的 那我們就可以來修指甲 或者是泡腳 我們就會把它修平 等一下修平 那我們其他的指甲呢 比較沒有那麼硬的指甲 我們就用一般的 那我剛剛有介紹過 我們的指甲 長輩在剪看不到 所以它就會設計 有一個放大鏡 放大鏡的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在剪的時候 包括像我們自己 在幫長輩剪 我們自己也是就會看得到 這樣子 我們再幫他剪 然後幫他剪 來我示範一次 你會聽到這尾聲嗎 你會聽到這尾聲嗎 好 那我們剪完指甲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還要再次的檢視 檢視它有沒有 逐步有沒有傷口 尤其是指縫 那如果指縫有傷口的話 我們就會做傷口的一個照顧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會幫長輩穿上襪子 那我們襪子的選擇呢 我們有強調喔 我們一定要穿淡顏色的襪子 我們不要穿深顏色 像黑色啊咖啡色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長輩如果不小心受傷 流血看不到 我們曾經有照顧過一個患者 他是一個將軍伯伯 他的傷口已經很嚴重 都沒有被發現 為什麼 因為他都長期穿一個黑色的襪子 然後冬天都沒有再換 獨居 等到他女兒回家 發現 聞到二臭味了 打開 才知道說他足部有一個傷口 那我們 有分一般的襪子 還有五指襪 好 那現在都講求五指襪的話 他就會幫我們指縫分開 好 那這個也是我們選擇襪子 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 好 這位 這位腸藥病呢 會導致神經的一個 運動神經的病變 跟周邊神經血管的一個病變 那他這個會導致我們的長輩 他的足部的感覺 比較不敏感 所以當他們不小心撞到 踢到 或甚至被東西壓到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他們沒有感覺疼痛 但是沒有感覺疼痛的同時 他的腳傷口也已經產生了 那這是因為糖尿病的一個 導致神經的病變所引起的感覺 不敏感 還要問你就是我們怎麼遞緩 糖尿病病會怎麼遞緩 那個腳部受傷 所以我們在照顧長者的足部的時候 要每日每日的檢查 清潔他的足部 尤其是在指縫腳趾頭的一個部分 都要把它特別撐開 來看看裡面有沒有傷 還有一個鼓部的一個保養 很重要的是每天的清潔之外 就是一個指甲的修剪 因為我們的指甲是每天每天都在生長的 以每天都0.0m在生長 所以他的指甲如果沒有去好好修剪的話 他很容易會造成我們俗稱很多的一個 像動甲 台語叫當嘎 當嘎的話 很容易造成他足部的一個感染 也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感染 那我們在修剪指甲 我們這邊會叫我們的病人或是家屬說 我們千萬不可以用剪刀來剪指甲 因為你用剪刀來剪指甲的話呢 很容易會傷害到周邊的一個皮膚 那我們在修剪指甲很重要的是 我們一定要剪平的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邊修剪指甲 打圈圈的呢就是正圈的一個方式 把它剪成平的 我們不要去幫他做一些 我們要去修什麼漂亮的形狀啊 橢圓啊 或是說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個造型 甚至病人有缺指甲的一個情形 我們要做特別的一個處理 那我們指甲 指甲剪的選擇 原則上我們是以不鏽鋼 不鏽鋼的一個材質 來做一個指甲刀的一個選擇 那如果說像我們的長輩啊 他們的視力沒有那麼的好 你們現在還有一個特殊的 具有放大鏡的 放在指甲剪上面 我待會兒會給大家做示範 那我們長輩自己在剪指甲的時候呢 他就會方便他們看到自己的指甲床 才不會誤傷到旁邊的皮膚 你的溫度比較低 那在家裡很多的長輩呢 他們會為他穿上比較保暖的襪子 那如果說穿上保暖的襪子呢 大家比較容易忽略到就是說 我們會忘記幫他做逐步的一個檢查 那我們在強調尤其是 在有糖尿病的一個長輩上面呢 我們在這個逐步的照顧呢 我們是希望能夠每天 來為長輩做一個逐步的評估 因為逐步的一個應變呢 在糖尿病的患者是非常健常的話 很容易他裡面會有一些受傷啊 瘀情瘀血的情形 那這樣的話很容易會導致他 傷口的一個變化還有惡化 那如果說等身有糖尿病傷口的病人呢 我們都要特別小心在每天的一個 逐步的一個清潔 還有逐步的一個傷口的一個患藥 那每天要注意他傷口的變化 看看有沒有一個惡臭的味道 還有沒有流一些 湯湯水水的一個聖液 那還有病人他感覺的一個 神經的一個比較不敏感的部分 那這個都是我們平常要注意 在家裡幫長輩我們要特別去小心的 因為醫療醫療醫療 就是很快發現到說 傷口癡完在後續的病人呢 看清楚 看清楚 一旦發現有傷口 那一定要先到醫院來就醫 因為糖尿病的一個傷口 它跟一般的外傷傷口不一樣 因為它牽扯到很多 它水糖的一個控制 還有它整個 水糖如果不穩定的話 它傷口惡化的速度也會變得更快 那加上你不當的一個處理 你會讓它的傷口容易造成嚴重的感染 那嚴重的感染也會導致 嚴重的一個風性組織炎 然後導致整敗血性的一個休克 而產生生生命的危險 所以趕快就醫 是一個最好的一個選擇 後撿 側軟再撿 側邊往中間撿 下腿肩腳不能撿太短 後撿 後軟再撿 側邊往中間撿 下腿肩腳不能撿太短 後撿 後撿 側邊往中間撿 修掉肩腳不能撿太短 後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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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邊往中間撿 修掉肩腳不能撿太短 拜拜